大家好 今天是3月23 星期四 是3月份最后的一个交易天 当然也是3月份场外省生工具结算 也是今年首一个季度的结算 股市表现已经算不错了 虽然说早段指数曾经有一点点的反复回远 可是大部分时间 股市都是抓着16600到16700点之间的 等一下再分析 先看看今天的示范 痕子早段先低开14点到16378点 曾经一度稍微反复而低见16345点 可是固压好像并不是很明显 反而买盘开始一点一点的出现 结果整个股市就一直稳步回升到16725点 相对昨天收拾来说 9分钟股市是上升了333点 当然也回升到120跟10天线以上 可是这个日中的情况是这样子 到底到收拾的那一分钟 到底情况是怎么样 现在还不知道 不过要是说买盘稍微有一点点的保守 而指数再仿佛低见16500点的话 那等于说最终指数还是只能够 跟10、20跟100天线走在一起而已 暂时很难出现一个技术上的生破的 好了3月份已经是过去了 故事很快就要开始4月份的交易了 到底4月份的情况是怎么样 现在很难说 因为直到目前为止 就是恒生指数还是跟10、20跟100天线走在一起 我曾经说过 要是指数能够跟直走平均移动线走在一起的话 最低限度代表股市会不会怎么样达不到下跌 因为现在的比较低的指数是20天线 大概在一万六千 五十天线才对 大概在一万六千两百二十二点 再看低一点点 就是今年2月5号的低位 一万五千三百三十六点 再低一点点 当然是今年全年的低位 1月22号的一万四千七百四十七点 问题就是一万四千七百九十四点 问题就是现在其实还是在一万六千五 所以我觉得暂时也是不用太担心的 当然从今年1月22号开始的中期的反弹 能不能够一直维持下去 这个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也可以这样说 指数要是能够稳守在十二十跟一百天线以上 代表整个反弹不但还在引主 而且很有机会在往上挑战一万七千两百一十四点 这个看法暂时不会改变 可是说指数要是一直跟十二十一百天线走在一起的话 虽然说股数不会大跌 可是也不会怎么样大幅度上升 等于说整个股数会进入一个中期反弹之后 一个整股等变的那个盈态 好了再看一下 要是指数最终跌圈十二十跟一百天线 还进一步跌圈五十天线的话 那一分钟整个股市就会进入一个反复不断下群低位的走势 也可以说整个反弹可能已经过去了 所以现在指数在十月份到底会怎么样走 就要看看寒生指数跟十二十一百天线的表现到底是怎么样 直到目前这一分钟 这些指数平均移动线跟时间跟恒生指数还是走在一起 暂时没有太明确的方向 好了下午分析就说到这里 大家记得给like 留言 订阅 按一下小铃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如果想鼓励我们的话 欢迎可以按一下Superfans 给多些支持我们 多谢 中文字幕内订阅 没有太阳 中文字幕内订阅 会订阅 岐阅 1 1 2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